其实像议员游淑慧就说啊 立委办公室 就算你人没有在议场 立委办公室的电视 是直播意识状况 是助理要监控议场的状况 你应该要知道说 我本来我前面的陈庭飞 他已经改成书面了 所以呢他人不会来了 那后面的人全部都要往前了 但是呢他说这些事 你请问你们到底是大立委 还是小学生啊 你们要去质询 还需要人家来提醒吗 张艺庭张将军 你怎么看现在立法院的状况 因为他们没有责任感 只想做秀做立委 他们是经过选民的付托 到立法院去执行去问证 你时间都搞不清楚 排到你的时候你都不露脸 对不对你十几个助理在干嘛 有没有把关 而且立法院他都是及时都传送 在办公室都会看到荧幕 你就算不在办公室 在外面都会看到 他电视上都有在转播 网路上都有在转播 就是不看电视看网路都有 所以他们只想作秀 没有这责任感 他们按照这个立法委员的职责 他就是选民的付托 他就应该以立法院是他的 他的那个职责是所在 怎么会那时候跑掉 而且轮到他的时候他不在 然后又在那边赖皮 我认为不好 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应该把这种作秀的 少一点作秀的心态 多一点责任感 他应该责任感 就是刚才大千我讲到的 他当十四年立委 只要是他轮到他 全天都待在那边 一步都不离 那不是说跑通告去赚钱 去搞那个 去搞那些明堂 你赚那个小钱 你要对选民负责 几十万个选民 不分区的话 你要为政党负责 那政党要为选民负责 到最后还是为选民负责 是要为这个样子 钱先另外再说 先到先守到这个 至少人要在吧 对总之你要在 你为什么不在 不在的时候怪别人 他都畅明三次 不在不在 不在以后就要下一个 下一个又不在 又下一个都不在啊 那不说都不在的话 那什么就上跪了嘛 很简单 你说下一个人不在 然后下下个 就连三个人都不在 都不在啊 就等于都没有在 他就是觉得 反正我还有时间嘛 我还有一个空闲时间 是不是这样 对他如果前面的人会顶到啊 前面顶到有三十分钟 我在那个时候我再出现了 前面不到 马上轮到他了 那他想说排到后面 他是三个 那前面两个前面 还有顶到顶到 那前面顶到没有了 这个顶到又没有了 那是轮到他了 那是一个小时都没有了 像我们这种媒体工作者也是 评论说我的通告是什么时候 我们不会在 那个时间点才会出现 因为一定有突发状况 所以这些立委们 是因为太资深了吗 所以呢 已经觉得 很坏的啊 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认为他们是个应付的心态 没有责任感 他把那个立法院当作是一种 作秀的场合 而不是个责任的场合 立法院应该是责任的场合 为选民负责任的场合 不是个人作秀 然后在那边看排时间 然后就在那边混咖混咖的 而且你十几个助理 那十个助理 亲水那么高 一个月那么多的钱 二三十万在那边拿 对不对 加上这些助理的费用多少 结果你自己没有去问证 对不起选民 对不起的 只会作秀的心态 大于责任的心态 就不好 很多人是这个样 然后要求别人很严格 讲别人的时候不假执策 对自己呢 你对自己要严格自己 我认为要先言语律己再说 对别人 你看那问证不假执策 问问问 然后你对自己呢 无论自己也要对自己 你今天问了别人 那自己也要做好要求 但是比例原则对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要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那个有时候 那个立委问证的时候 好像吃了炸药一样 好像怎么样 对啊好像吃了爆炸一样 然后现在轮到你 你负责任了 你要上台去问证了 你又一推四五六了 又不在了 又跑掉了 绕跑了 你的助理那么多 你把关的机制很多 不是说你自己很忙 然后你要一直那么盯到 没有 你要助理这干嘛 你十几个助理 这十几个助理 都是拿国家的薪水 这是选民的薪水 人民纳税的血汗钱 我们今天可以知道吗 所以我倒认为 现在立法院变成 作秀的心态 大于责任的心态 这就不对了 应该颠倒过来 责任的心态 大于作秀的心态 现在大家都想到这边 曝光如何 自己好像了不起 那你责任感都没有 你只想作秀 对不对 你都为写明字付托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你打立法院的责任 立法委员的责任 你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为写明付托 问证咨询是他的责任 是他的责任 结果你绕跑了 然后怪别人 然后马上毕宗修行 夺猫 不是我 然后他不在什么的 前面的什么样 然后改书面咨询 然后那个没有轮到我 没有问自己 为什么没把关 助理为什么没把关 然后自己 自己在不在会场 自己没在会场 自己没在立法院 这还跑外面去了 开小差了 是不是开小差了 还是跑去赚钱 对 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韩国瑜下个礼拜一 要来协商立院开天壮这件事 但是国民党立委也喊话啦 绿营要不要先跟国人道歉 今年呢 因为万众矚目了 立法院 我们很久没有这么的关心立法院了 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 大小事一些美港 我跟你说 没有看你真的不知道 跳过了这个新闻 搞不好就没了 但现在呢 是不是立法院 回来要整顿了 好 这件事情 韩国瑜唱名三次 过战不停 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前两位都没到 那当然意识 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大千哥你要先帮我们补充吗 对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 对立法委员来讲 其实我们每一个会期 虽然有很多委员会的质询 但是最重要的质询 一个会期也就只有 这么一两次的 就是总质询 那么你总质询 过去是有30分钟 现在分组质询是15分钟 就变得更短了 所以因此 每一个立委 如果能够拿到总质询的名额 其实那个立委都算是 抽到奖了 就是好好的要表现了 因为这个立法院党团 有很多委员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分配到总质询的名额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过去为什么我们会 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准备 因为那是一个最重要的质询 因为在你质询的时候 全部的部会首长都在现场 你想问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问到饱了 30分钟或15分钟 你都可以问 那么因此 这么重要的一个质询 那为什么你们都不在立法院 这我才觉得很好奇的第一件事 就是你一个会期 几个月就这么一场 一两场你人呢 又不是说每个 这个礼拜的一 一三四的这个委员会 你说一次没来就算了 这是一个会期就这么一两次 你好不容易拿到了 你的同事都还不见得拿到 为什么你没有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他只有15分钟 那就更短了 更短了 我们过去30分钟的质询的时候 像我跟亮哥以前 如果轮到我们 我们前两个或三个的时候 我就已经坐在会场了 因为我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 他搞不好临时不来了 突然发生什么事 那我怎么会从我的办公室 跑步 跑到会场都还来不及了 所以我一定在那边等 前面有两个人我就坐在那边等了 顺便听听看他们问了什么 有什么东西可以顺便补两枪的 这是我们的习惯 就是你一定会坐在那边等了 为什么你们不在那边等了 第三个我还是要强调 民进党的立委真的不要装傻 因为民进党的立委 去咨询民进党的行政院的团队 说实话 一定会有很多人要做书面咨询的 很多 非常多 因为大家想想这是常理 就同样是执政党 你闲得没事去骂他们吗 站在那边骂他15分钟吗 国籍不分区 对所以他就给他做书面咨询了 洪生汉就不分区 所以关键问题就来了 那你既然有 你们接下来下午 大家看到大部分都是民进党的委员 是啊 那既然会有这种 临时提出书面咨询 不是没有发生过的 不是像每个都像陈廷飞说什么 我中午就送进去了 有很多是临时轮到他了 念到他的时候 忽然就上起来说 我改书面咨询了 我就把书面咨询丢出去了 我就走了 那那个15分钟就空出来了 所以那你这些民进党立委 都不在现场 那到底在干什么 你说你前面都是国民党的 国民党一定问好问满15分钟 可是前面不是啊 前面说了一个罗宾才以外 其他通都是你们的人 那你们为什么不在现场 所以我回到最真结的关键点 还是一样 礼拜五下午 不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天 你说地方上有活动 六日就算了 礼拜五下午你们人在哪里 你们是在这个 来来吃饭泡三温暖吗 还是在军月的 这个哪里去跟人家吃饭聊天 人到底是在哪里 为什么回不来呢 这才是关键啊 该你上班的时间 你为什么要翘班啊 薪水小偷嘛 我们到底都选出了什么样的人 其实还有 亮哥 还有两个细节啦 因为我以前是民进党部分区 我很了解 民进党部分区就是要排班 做盯场的立委 对啊 请问那个盯场立委为什么不在 对 这个才怪啊 盯场立委你怎么可以落跑 因为韩国瑜两点半就到现场 因为他看陈建仁到了 所以他等到两点三十三分 他不好意思让陈建仁再等 所以他就开始了 那如果现场有一个立委 只要有一个就好 他就可以立刻举手 说请主席再等一下 那通常主席一定会 就顺水人情就做了啦 所以连这个出来说 等一下的人都没有 现场没有任何人啊 现场连一个人都没有啊 那你怎么可能叫院长兼主席说 我们自己再等一下 对 因为他已经宣布开始开会了 因为陈建仁在那边等啊 而且是整个行政院都在那边哭等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细节 还有另外第二个细节 这个柯建民就要负责了 对 请问民进党的党团办公室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去狂抠人啊 对啊 你如果说立委啊 立委也许赶不回来 党团办公室一定要有人盯着监视器的 所以办公室 所以助理一定会 党团助理一定会看到 所以现场没有 所以叫他去抠人啊 说现在快轮到你啦 你赶快来啊 这个部分柯建民是有责任的 他该去拖时间啦 对啊 柯建民 至少要打给总招吧 所以现在找不到人啊 怎样怎样 结果民进党 至少他要动员说 至少有一个立委去现场 把他停下来嘛 结果没有耶 没有放个人去啊 唱名三次过站不停 我就跟你讲 韩国瑜念了那个 三次名 念了好几个人嘛 对啊 总共念了七分钟左右 没有一个人到现场 念了七分钟 是要念多久念十分钟 不只是经济组的伟人 而是其他组的人 也都没有人到现场 那就说不过去啦 因为只要有一个立委到现场 他就可以喊停了 任何人都可以 没有人做这件事啊 所以不是立院开天窗 是民进党开天窗 是啊 真的是这样啊 事实上这个开天窗 不是只有那天经济组的 民进党立委 是包括民进党的党团办公室 也睡着了 盯场的立委也落跑了 然后其他非经济组的立委 也没有人可以进来帮个忙 都没有啊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啊 而且这个事情啊 这个坦白讲跟陈宁飞 没什么关系啦 陈宁飞是卡到另外一段 陈宁飞是 因为他的质询前面有拖到 所以他已经快接近12点了 那他本来是11点45到12点 然后那个陈宁飞就问 议事主说可不可以12点到 12点半这一段 那议事主说 他们通常会有休息 那请他2点半来 那陈宁飞急着回台南了 所以他就改书面 所以他说他中午就递进去了 没有错啊 那陈宁飞只要递给议事主 说他要改书面 他就会立刻告诉民进党党团 对啊 民进党应该早就知道了 所以民进党党团办公室 应该是中午就知道了 对 那你怎么没有去通知你的立委呢 对不对 所以搞得大家都没听说 因为下午还有一个人啊 那个人叫罗明才啊 对 罗明才本来是第二个 结果他发现他来不及嘛 他也立即改书面 可是罗明才这个部分 是下午才知道啦 可是坦白讲 那个时候党团应该也要知道 因为罗明才大概是 一点半到两点左右就告知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奇怪啦 就是好像除了韩国瑜之外 没有人在上班啊 对啊 我的感觉就这样啊 怎么感觉 所有人都去哪了 都不在啊 不是只有经济组的不在 应该是问民进党的立委去哪里了 对 对啊 刚刚大仙哥讲的嘛 那请问你们 还有包括你的党团助理去哪里了 你的盯场的部分区立委去哪里了 是这个问题啊 这太诡异了啦 整团人都不在 难怪民进党很紧张 紧张什么 紧张的带风向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